可汗第二单元 假设说上周 我还是在不停的收集玻璃球 不过一下子收集的太多了 现在 我这有好多袋玻璃球 必须要把它们分装到罐子里 这样才能数一数 到底我有多少玻璃球了 那么现在 先来装罐子 然后再根据罐子 来数玻璃球 到底有多少 首先 假设说 我有1000多个玻璃球 要大于1000 所以我先拿一个千球罐 千球罐是什么颜色 是绿的 也不一定全是绿色的 不过 在之前的例子里 我们用的是绿色 那么 这有一个千球罐 窝王里倒玻璃球 全装满了 装满了整个罐子 不过 袋子里还有好多玻璃球 所以 可能还需要一个千球罐 我再找出一个来 好 又有一个千球罐 这是我的第二个千球罐 把这个也得装满 这两个千球罐 都已经全装满了 现在你可以问 已经装罐的玻璃球 有多少呢 这个罐子 有一千个 那个罐子 也有一千个 所以这两个千球罐里 就有两千个玻璃球 但如前所述 我收集的玻璃球 实在是太多了 大家可以自己想象一下 很多很多很多玻璃球 好 我写下来 这是一个千球罐 这是第二个 这是一千 好 现在 我看了一下袋子 大体估计了一下 剩下的玻璃球 应该不能装满一个新的千球罐 所以 既然不能装满 千球罐 就不能用来计数了 不能再用千球罐了 好 现在可以把千球罐收起来 换小点的罐子 也就是百球罐 不过在这之前 再来看 我们已经装了多少玻璃球了呢 一千 这个也是一千 所以已经把两千个玻璃球 装进两个千球罐 一千加一千 总数两千 或者写成两千 鉴于我估算了一下 剩下的玻璃球 不能再装满千球罐 接下来就要用百球罐了 好 我拿出一个百球罐 还是装满玻璃球 不过拿出两千颗玻璃球之后 袋子里剩下的远多于一百个 这样看起来 我的玻璃球数 是大于两千一百的某个数 所以 我又装满了一个百球罐 继续装 这么化的话 玻璃球就非常非常小了 这个也装满了 再找一个 还是装满了 要知道 我可是找了很多很多玻璃球 袋子里有超多玻璃球 一吨吧 不 没有一吨 一百显然不是一吨 再拿一个百球罐 还是装满了 太棒了 这个也装满了 再拿第五个百球罐 目前已经装了四个百球罐 装第五格的时候发现 剩下的玻璃球不够装这一罐了 所以就不能再用百球罐了 要换更小的罐 因为剩下一些玻璃球没有装 袋子里的玻璃球拿出了大部分 底下还有一些 不过不够一百了而已 刚试过 没法装满百球罐了 接下来就要用十球罐了 不过在这之前 来数数 已经有几个百球罐了 这是一百 我可以直接标上数字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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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 这是一个百球罐 这是一个百球罐 这些百球罐也参与我的玻璃球计量工作 那么加起来 一共是这四个百球罐 装了多少玻璃球呢 有四个百球罐 一百乘以四 不管怎么想 就是每罐一百个 有四罐 四乘以一百 同时要注意 相加的时候 要注意位值 这里还要考察位差 四是在各位左边的第二位 所以意思是有多少个百球罐 而如果是左边第三位 一二三 意思就是有多少个千球罐 所以说如果剩下的不够装一个百球罐 就要用十球罐了 好 这就装满了一个 十球罐 跟这些比 看起来要小一些 装满了一个 再装第二个 先画出来再说吧 又装了两个 这个 这个 然后是 第四个十球罐 不过剩下的 已经装不满这个罐子了 事实情况是 袋子里的玻璃球 差不多都让我倒出来了 剩下的一点点已经不能装满十球罐了 我其实可以直接倒出来 数一下 假设说我有六个 这些玻璃球很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还没数十球罐有几个 看看有多少呢 一个十球罐 第二个 第三个 这是一个 或者直接说 十个玻璃球 十个 十个 怎么想都行 或者说 有三个十球罐 或者说 十 加十 加十 也就是 三十个玻璃球 那么 加起来就是 三个装满玻璃球的 十球罐 装了三十个 然后就是 这些剩下 不能装满任何罐子的 十球罐 已经是 最小的罐子了 还是装不满 所以 只能就放在外边了 直接数 就可以了 六个 还是很好数的 好 这里是六个玻璃球 现在 我要问了 之所以整理这些 是防止玻璃球 堆满我的房间 当然 我也可以数一下 大家不用想也知道 装满一个千球罐 算一千 要比直接数 容易多了 所以 这样装罐的方法 其实是为了减少 数数的工作量 那么 我到底有多少玻璃球呢 这里是两个千球罐 也就是两千 然后 最后是四个百球罐 加起来是四百 三个十球罐 这个不是三十六 写的太模糊了 三后边是个零 所以十球罐 一共装了三十个玻璃球 三个十球罐 也就是三十 最后剩下六个 都加起来 用中性色来写加号 加起来 等号还用那中性色 其实可以用蓝色 得到两千加四百加三十加六 化减是多少 前面说过 各位向左数三位 或者说 这里的第一位 代表有几千个玻璃球 这是二 所以有两千个玻璃球 其他数位也是一样的 这是千位 接下来 依次是百位 十位 最后是各位 各位向左数三位 就是千位 千位二的意思 就是有两个千球罐 这个四意思 就是四个百球罐 从上边可以看到 或者左边 这个四 这个二 是从千球罐的数目得到 这一位意思是 有多少十球罐 有三个 从何得知呢 这个三 就是上边这个 或者左边三十的三 学习小数部分之前 最右边的数位 就是各位了 各位意思是 有多少单独的玻璃球 单独是因为 不能装满十球罐 或是百球罐 或者更大的 不能装满任何罐子 剩下了六个玻璃球 放在各位 所以叫它们自由玻璃球 这个要怎么读呢 两千四百三十六 这个并不难 根据加起来之前的式子 差不多就能读出来了 两千四百三十六个玻璃球 怎么看都行 这个例子并不难 下面来练习一下 数字的读法 我会写一个数 让大家读 你可以暂停视频 先自己读一下 数字我用中性色来写 这样关于数位的辨认 大家就完全靠自己了 我把这个数写下来 做一个和刚才这个不一样 好 这是我写下的数字 我的忍住不读出来 大家可以先暂停 自己试着读一下 因为我要示范读了 好 这个要怎么看呢 就按之前的 写成数玻璃球的 罐子的形式 为了区分 还用不同的颜色表示 八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这个例题中 自由玻璃球的数 有八个自由玻璃球 向左走一位 就是十位 这是十位 我看是不是用的 十位的颜色 十位应该用什么颜色 对 就是这个 写的大家能认出来吗 写的是 十位 这个是个位 表示 自由玻璃球的数目 十位 表示 十个球罐的数目 或者说 有几个十球组 看起来 是有九个 或者说 是有 九十个玻璃球 用十位的颜色 再走一位 来到百位 表示 百球罐的数目 地方不够多了 用H 代表一百吧 意思是 百球罐的数目 然后再向左走 就是千位 代表千球罐的数目 T 代表一千 想起上一个题 如果要反其道行之 可以写成 五千加九百 加九十 九是九个石球罐 九乘以十 就是九十 九代表 九十 这个八 就是八 用中性色 来把它们加起来 前边 等于右边 怎么念呢 就是五千九百九十八 五千九百九十八 读作五千九百九十八 读数的时候 你实际上是说 五千 也就是五个千球罐 九百 九个百球罐 九十 九个十球罐 八 八个自由的玻璃球 不能装满一个十球罐 好 再来做一个 尽量让视频 保持在十分钟以内 不过 我讲激动了 就停不下来 再来做一道 我不说话 这是要读的数 大家暂停视频 自己尝试读一下 你可能需要把它展开 或者看成 是不同规格的罐子 不管怎样都行 多练就意 我要用一种简单的方式 大家先暂停 自己练一下 好 我就认为大家 刚已经暂停过了 现在我重新开始 从这开始 最好是从左边开始 因为从左边读 也就是从最大的数位开始 好 大家来看 各位左走三位 是什么呢 就是千位 这是千位 那么代表什么呢 是六千 千位 右边一位呢 这是百位 要知道 一千除以十 就是一百 看问题 要学会采用不同角度 这是百位 这个零意思 就是零个一百 这就好玩了 装满六个千球罐之后 剩下的玻璃球 不够装一个百球罐 但是确实还剩下了一些 再向右一位 是一 意思是有一个十球罐 不是西罐 是十球罐 西和十 英文读音类似 所以是有一个十球罐 最后是各位 意思就是自由玻璃球的注目 自由玻璃球 就是两个 是两个 可以写成这个形式 可以念六千零百一十二 但你肯定没听过 有人这么念 因为如果某一位数字是零的话 根本不用念 所以应该念成 零不用说 就说六千 然后是十二 十加二是多少呢 十二 所以就有六千零一十二个玻璃球 要展开的话 就是六千 让我写下来 六千加十加二 百的话 可以写一个零 零乘一百 乘起来是零 可能是吧 大家不用管了 我不该提起 让大家疑惑的 六千加十加二 可以说六千十二 听起来 变应该是六千零一十二 可能有点难理解 希望大家能消化这些内容 下集视频见